元代大德年间 谢家父子被人揭发伪造货币 官府将其逮捕如鱼 严刑拷打 但面对人证和酷刑 父子二人始终不肯低头认罪 反而大喊冤枉 那么案件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 当儿子惨死于中 父亲侥幸出狱之后 他又会为讨还公道做出怎样 的努力 案件真相能否大白于天下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 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元代奇案 未谢私奋酿冤冤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元代大德七年 公元的1303年的三月 家住广西庆远路宜山县的谢彻广家 突然响起猛烈的敲门声 谢彻广的儿子谢二六打开门一看 门外站了几个公差 他们一拥而上 就把谢二六捆绑起来 又去屋内将谢彻广抓获 带到了庆园安福斯衙门 谢彻广父子完全懵了 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 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押解到这个安福斯衙门 这时候 两个人就被带到了安福斯的监狱 主审的官员莫焕 把谢彻广扔在监牢里 开始审讯谢二六 直到这个时候啊 谢二六才知道 自己原来是被人揭发犯有伪造货币罪 这个罪名可是不轻啊 他一听大惊失策 连呼冤枉 莫焕这时传过来一个囚犯 让他当场指认 这个囚犯叫蒙武 他说就是谢二六和他的父亲谢彻广 组织着他们伪造中统超 中统超就是元代的纸币 谢彻广让曾经在他们家干活的木工小屋 唐在二和蒙武一起伪造这个中统超 假超造出来之后呢 蒙武把其中的十五定交给了谢二六 谢二六极力分辨 说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伪造钞票 更加没有接到过所谓的十五定假超 可是蒙武 小屋 唐在二 重口一词 证明谢二六确实拿到了假超 他的父亲谢彻广 就是组织者和指挥者 谢二六百口莫辩 但是他知道啊 一旦招供意味着什么 所以他大喊冤枉 就是不肯招任 按照原代的司法程序 重证可以定罪 有多个证人指认犯罪 被指认人拒不认罪招控 以法可以刑讯 但是刑讯呢 需要司法长官的批准 也就是说啊 安抚司的长官批准之后 就可以对谢二六动刑 主管审讯的官员 是安抚司签示厅的签示 叫朱国轩 他接到默焕的报告之后认为 谢二六符合刑讯的条件 于是他向安抚史 韩文玉建议动刑 韩文玉批准动刑 就签署了刑讯的司法文书 交给安抚司的一个小例 叫周军信来执行 周军信接到命令 拿着行刑的披头木棍 就动手了 谢二六被打得死去活来 但是就是不肯招认 最后被打得昏厥过去 扔到了监狱里 这次刑讯啊 给谢二六身体 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他身上生了磅疮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谢二六的磅疮越来越严重 过了不久 谢二六就死在了监狱中 同时被关进监狱的谢射广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了 他在监狱里还一直等着审讯 可是等啊等啊 就是没有人理他 他在监狱中待了九个月 没有人提审他 就好像把他忘记了一样 直到大德七年的十二月 安抚使韩文玉到监狱去巡视 发现这儿居然还关押着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头 就问这个老头是谁 为什么被关押进来 监狱看守告诉他 这个人就是九个月前 因为伪造钞票 被捉获归院的谢车广 他的儿子谢二六 因为受刑不过已经死了 现在这个老头呢 也是身患重病 眼看着也是不行了 韩文玉赶快下令 把这老头放出去 让他出去治疗 就这样 被积压了九个月的谢车广 终于重见天日 他回到家 已经是奄奄一息 他知道了儿子谢二六的死讯 就更加悲愤 他知道 他们父子的冤案 是有人有意制造的 虽然在整个审讯过程中 自己没有看到这个人 但一定是这个人干的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安抚使的牵势 诸国轩 谢车广为什么猜测 是诸国轩制造了自己家的这场冤案呢 因为啊 他曾经得罪过诸国轩 谢车广是当地的大姓富户 大德五年正月 刚过新年 诸国轩到他家提出要借钱 中统超五十定 中统超是元代建国之后发行的纸币 一定是五冠 折合白银二两五 五十定就折合白银一百二十五两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同时诸国轩还提出 要向谢车广借五十个人 帮他干活 为他服务 谢车广就没有答应 钱还好说 五十个人去哪儿找去 这一当面拒绝 诸国轩 拂袖而去 就这样 谢车广得罪了诸国轩 他也知道 诸国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找机会肯定会报复 果然 诸国轩借钱被拒绝后不久 谢车广家就摊上了官司 谢车广的儿子 谢三二 首先被抓 为什么抓他呢 说他涉嫌盗杀耕流 有人指控他 杀死耕牛九只 在元代 耕牛是重要的生产工具 禁止百姓宰杀 违反者要受到刑罚处罚 奇怪的是 这样的案件 本来应该归当地 就是宜山县衙来管辖 可是谢三二 居然被直接带到了 安福斯衙门 审讯谢三二的 正是诸国轩 诸国轩上来就问 有人亲眼看见你屠杀耕牛 你可认罪 谢三二说 没有的事 从来没有杀过耕牛 诸国轩说 耕牛主人口供俱在 你还不招人 说完就想使用刑讯 谢三二一看事情不妙 这个朱迁士 明摆着 就是把自己给抓过来 要用刑啊 不能让他活活打死啊 谢三二随即就承认了 自己的罪行 朱迁士说别人指控什么 就承认什么 说宰杀了九只耕牛 那就承认 是宰杀了九只耕牛 这下事实很快就查明了 事实清楚 谢三二又供认不讳 朱迁士就把此事 上报给了段氏官 原代也是审断分离 审讯案件事实的是 签试厅 断绝案件的是段氏厅 段氏官就断绝谢三二 犯盗杀耕牛罪 出杖刑一百零七下 并除追还耕牛九只 这个案件才算了结 可是案件了结之后呢 事情并没有结束 谢彻广家很快又摊上了 伪造货币的官司 这一次 父子两人下狱 还导致了谢二六死于非命 诸国宣向谢彻广借前辈拒 怀恨在心 报复的第一个人 是谢彻广的小儿子谢三二 谢三二明知被冤枉 可还是宁愿领罪受罚 以保自身性命周全 没想到 诸国宣还不肯善罢甘休 又将案件对准了谢彻广 谢二六父子 谢二六宁死不招 最终酿成冤案 谢彻广出狱后 想要替儿子讨回公道 那么在冤案产生的层层缓解 是如何锁定诸国宣 这个幕后黑手的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袁黛奇案 为谢私奋 酿冤案 谢彻广 悲愤莫名啊 决心为自己和冤死的儿子谢二六 冤枉被刑罚的谢三二 讨还公道 就向上级官府控告诸国宣 可是他出狱的时候 已经是生命吹危 自己是没有力量再去告状了 他就委托侄子谢克勤 带他去宣卫司命冤 他写完诉状 就卧床不起 出狱不到半个月 谢彻广就含恨去世了 大德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谢彻广的侄子谢克勤 代理谢彻广 到广西两江道宣卫史司 告状 状告庆元南南西洞等处 军民安夫司牵制 诸国宣 无辑无辜平民入罪 滥用刑讯 致人死亡 宣卫司啊 是元代行省和周县之间的 一级军政机关 设有元帅府 起初呢 只管军务 后来也管民政 分道掌管下辖的郡县 因为关乎人命 还涉及本地安夫司的官员 宣卫司的元帅府啊 受理了谢彻广的控告 就开始调查 谢家父子三人蒙冤案件 宣卫司首先调查 谢三二盗杀耕牛案 谢彻广在诉状中声称 自己的儿子谢三二 根本没有盗杀耕牛 当时被逼无奈才认罪 宣卫司调取案件发现 本案果然是诸国宣审理的 谢三二盗杀耕牛案 因为有谢三二的共状 所以只能看出来是 诸国宣下令急拿谢三二 而且亲自审问的 并没有看出什么明显的问题 接下来就要查明谢二六 因刑讯致死一案了 第一个接受训问的 就是蒙武 正是因为他的指认 才导致谢车广父子下狱被审 所以得看看蒙武所说 是否属实 蒙武说 是审讯官吏 让自己这么说的 其实他根本不认识 谢车广和谢二廖 可是他必须得按照 审讯官员所说的供词 来供述 否则就会被严刑拷打 自己也是被打得受不了了 所以才改了口供 这就证明谢车广 谢二六确实是被设计 险害入狱的 那么当时审讯蒙武的人 是谁呢 审讯的这个小力叫莫焕 宣伟司就传唤莫焕 莫焕就将自己参与 伪超案审理的经过 详细地叙述了一遍 他说啊 他当时本来正在审问 伪造货币的罪人蒙武 在审讯的过程中 朱谦氏也就是朱国轩 过来对他说 我是本案的主审 你们不要给谁面子 但是有个人 得在这个案子里面收拾了 谢车广曾经到官府告发武 这口气我不能忍受 我已经查明了 谢车广是伪造贾钞案的 指挥者和组织者 他吩咐 原来给大家建过房子的 木匠小吴 唐在二和蒙武 共同制造伪超 贾钞制作完毕之后 给谢车广的儿子 谢二六十五定 你去把这个事 去问问蒙武 看是不是这样 这是明显编造好的口供 朱国轩就是要让莫焕 去诱供 引供的 莫焕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就是要借蒙武之口 把谢车广 攀扯进来 莫焕按照朱国轩的指示 很快就让蒙武改变了原来的口供 加入了编造好的谢氏父子的 所谓犯罪事实 让本县书立黄世荣 抄写完毕 拿回县衙 把蒙武原来的供词给换掉 黄世荣呢 也证实确有此事 案件调查至此 宣卫斯大概了解到 朱国轩在本案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于是就传讯朱国轩 朱国轩常年从事司法审讯 他太熟悉审讯程序和技巧了 他也知道供认的后果 所以失口否认 根本没有这回事 我都是正常的履职行为 案犯所有的口供都经过了 安抚史韩大人的审核确认 自己根本不可能操纵案件 大家知道 司法有多个环节 在审讯过程中 要想换掉一份已经入卷的供词 其实并不容易 前面的供词已经经过 安抚史长官韩文玉审核后签过字了 现在你要改变供词 那么必然需要韩文玉的签字认可 既然涉及到了韩文玉 那就传唤他问话 正在这个时候 韩文玉来自首了 他没有任何隐瞒 把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 合盘拖出 根据韩文玉的共状 蒙武前后两次的共状 的确不同 他承认自己是在蒙武变更后的供词上 却是签字连署了 韩文玉说 谢二六到案后 的确是因为朱谦氏对他实施了刑讯 导致重伤死亡 他也承认自己对谢二六的死亡 需要承担责任 他是安抚史啊 也是本案主审的长官 谢二六被抓到官府之后 没有交给宜山县审问 就直接交给了朱国轩 留在安抚史寺衙门进行审讯 朱国轩让安抚史寺衙门的小吏 周军信拷打谢二六 说证据已经确凿了 谢二六拒不认罪 是冥顽不灵的罪求 韩文玉就当时戏意为真 他本人还亲自下令 让人用木头形杖 对谢二六进行行刑 这就导致后来谢二六磅疮发作 在监狱内死亡 韩文玉承认 不仅谢二六因为本案死亡 谢撤广致死 自己也有责任 韩文玉是在谢撤广 被羁押九个月之后 巡查监狱的时候发现他 所以他看到一个年近八十的老头 关押在牢里 身患重病快要死了 就急忙问是怎么回事 经过询问 发现谢撤广和韦创案 其实根本没有关系 就在那个时候 他已经知道了事实的真相 也就知道 谢氏父子就是被蒙古攀扯进来的 在监牢里面 关押了整整九个月 没有人审讯谢撤广 也没有人问他一个字 谢撤广 罹患重病 生命垂危 韩文玉就给他办理了 保放还家手续 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取保厚审 结果呢 谢撤广回到家 不到半个月就去世了 韩文玉自首了 诸国宣又如何呢 他还是拒不认罪 诸国宣认为 自己只是履职行为 急拿伪造假钞的嫌疑犯 并没有什么不法行为 宣卫斯元帅府决定 将诸国宣停职 等待审讯 就在这个时候 大德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朝廷大赦 诸国宣得到了赦免 利用职权策划冤案 害死谢二六的幕后黑手 诸国宣被赦免 让谢家人难以接受 谢家继续上告 无奈诸国宣还是拒不认罪 那么在没有明确刑罚 制度规范的情况下 如何处理诸国宣 这一类犯罪呢 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 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元带奇案 未谢私奋 酿冤案 元带没有刑罚点 所以只能是援引先例 在查找先例的过程中 就发现 之前发生过同类的案件 太原路尖州 就今天的山西省樊治县 达鲁花痴 元带的一个州的行政长官 胡杜鲁因为与张天有仇 就把他当作盗贼 严刑拷打 造成张天身亡 当时的处理结果是 将胡杜鲁罢职不续 实际上就是开除公职 诸国宣的行为和胡杜鲁 很类似 也是因为仇恨 把无辜的人攀扯进刑事案件 导致被害人死亡 如果按照这个先例 把诸国宣免职 还有一个案例 比诸国宣的情节轻得多 涉及的官员 也被除名了 这个案件发生在扬州 案件的当事人鲁氏 被指控为阴间杀人 伙同情夫 杀害自己的丈夫 后来经过上司官府的审理 查明事实 原来鲁氏用镰刀 在刮锅 清理锅底灰 他的丈夫呢 这个时候和他的哥哥 发生纠纷 他的丈夫殴打了他的哥哥 鲁氏呢 就急忙赶过来 拦住不让打 这时候他手里 不是拿着镰刀吗 挡在哥哥面前 不让丈夫打 结果误将镰刀 割中了丈夫的咽喉 丈夫受伤了 整个过程啊 鲁氏的公婆都在场 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鲁氏的丈夫和公婆 都没有到官府告发 而当地的巡检司 有一个公手叫徐妙宇 他把这个事就报告给巡检 巡检认为 此案属于阴间杀夫 应当查明事实 实际上这是巡检的主观一段 鲁氏根本没有阴间杀人 他是阻挡丈夫殴打哥哥 误伤了丈夫 而且案发后不久啊 朝廷就由社令下达 所以他的罪过已经被免除了 但是这个案件在怎么样处理 当时就有一位 后来的结果是 鲁氏无罪释放 回家和丈夫团聚 大家和好如初 那么赵巡检呢 因为指控罪状和事实完全不符 确实是冤枉了好人 差点冤杀鲁氏 所以属于雇入人罪 想利用司法的手段 献人入罪 应该隔出职务 永不续用 刑部还批准了这个判决意见 所以这就是法律意义上的除名 也是法律意义上的先例 那么本案 系二六 含冤身死 这个案件啊 因为牵涉到陆级的官员 还需要交到中央来进行讨论 广西联访司在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认为啊 朱国宣身为安福斯的牵势 将无辜之人歇二六 诬陷入狱 刑讯身死 整个过程非常清楚 虽然他自己不承认 但是具体操作此事的小力 和他的长官都承认了 所以整个案件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广西联访司认为 朱国宣应当 依照先例 除名 开除公职 永不续用 但是对于韩文玉的处理 大家有争议 韩文玉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呢 这个案件不是因他而起 这是明确的 但是他显然知情 这也是清楚的 作为安福使 作为本路的最高司法长官 他应当承担领导责任 所以啊 联访司的意见是 按照先例 把韩文玉解除职务 另行安排 联访司认为 韩文玉明知冤情 还同意 朱国宣刑讯 自己亲自下令 让监狱看守周军信 用劈头木棍 把谢儿六打成重伤 后来磅窗发作死亡 谢彻广 被无故监禁九个月 没有任何讯问 直到谢彻广病重 才把他取宝放出 不到半个月死亡 父子两人的性命 都因为此案的牵连被断送 韩文玉负有极大的责任 必须严惩 所以也应该除名 不再虚用 而且他韩文玉 应该和朱国宣一起 承担丧葬费 考虑到这些官员 都是朝廷任命的 所以联访司就把这个意见 报送给了御史台 御史台审查判决意见 交给刑部复合 刑部的复合意见认为 朱国宣是无辜良民父子 因王继死于非命 情罪深重 应当罢职不虚用 韩文玉对朱国宣的犯罪行为 负有领导责任 他曾经和朱国宣一起刑讯 谢二六 对谢二六的死亡有责任 考虑到他又自首情节 降二等处罚 两个人共同承担 谢家父子的丧葬费 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出 之所以设置严格的司法程序 就是要对司法官员 进行严格的监督 将司法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否则 司法者一旦自以用权 再加上监督不力 就会对社会秩序 造成巨大的破坏 无辜而被追究 会让人们失去对公平正义的信仰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一位叫谭念华的老人刚去世 他的亲生儿子就到官府 状告继子侵占谭家家产 而继子却声称 这些家产都是多年来 继父与其子亲手卖给自己的 面对错综复杂的案情 主审官又怎样做出判决 继子罢禅 下期播出